好 这句要带您看到的是我们网路创业的专题 很多人都有创业的梦想 那么继续我们要带您看这个故事是一个很爱漂亮的建筑系女生 叫做陈彦纯 她很喜欢穿礼服 所以她也设计小礼服 客制化的小礼服从网路开始创业 一开始生意非常好 不到30岁就占尽她人生的第一桶金 但是后来马上就有后继的竞争者 同业是肖价竞争打乱了行情 然后还害她冻结了好几百万块钱的存货 怎么样突破经营的困境呢 带您来看她的故事 她的小礼服是偶像明星跟时尚名模的最爱 她30岁是年收入2400万的服装品牌老板 她是台湾设计师陈彦纯 读建筑系的彦纯对美的事物特别感兴趣 不但修改自己的旧衣服 还当五分谱批货上网拍卖 后来发现市面上的流行款式大同小异 就想做手工小礼服来尝试不一样的市场 开始在做衣服的时候 大概有八成都是失败的 像设计的东西 我也会觉得 我就是喜欢很简单 我就是喜欢很俐落 就是黑白 黑白灰 但是 这是不多人爱黑白灰 女生就还是喜欢有一点颜色的东西 所以我也是在这之中 就是做了很多调整 非课班出身的艳纯 到访透会学打版跟立体剪裁 提升专业能力 也加强对流行时尚的敏锐度 我开始的第一个月 我设计了两款小礼服 一个黑色一个粉红色 然后就卖翻了 那一个月就卖了两千多件 就光是那两款 然后就发现以后可以走这个 朝向这个 因为你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网路上就是没有办法试穿 所以我是试了 也是试了五六年 所以就是把材质挑到一个 是胖瘦都能穿的 客制化的独卖商机 创下月银业额200万的好成绩 不过也引起同业眼红 销价竞争破坏行情 差点毁了他一手建立的小礼服王国 就是卡了500万的货款 对然后我就是完全无法走转 所以我后面就觉得说 那我就归零我重新思考 我应该要怎么做 至少是让我这件事情可以继续下去 因为他本来就是我的兴趣 他这有种关系 然后旁边有蕾丝 对对对 好漂亮 像你婚纱已经穿纱了嘛 纱纱的 那玩礼服我觉得就可以戴断面 增加它的华丽度 眼看网路市场竞争激烈 燕泉一再突破经营模式找出路 开启婚纱工作室 抢工婚礼商机 还要积极开发海外市场 让来自台湾的礼服品牌走上国际 在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 坚持梦想 我觉得成功是随之而来的